生意好做多些廣告 生意不好做更多的廣告 要不然哪有生意 那我们的钱要用得是其所 越来越多这些能够计多ROI的平台 会是一个新的趋势 现在下下都说要计ROI 有本地初创就针对市场推广计划 運用平台协助推广商户派钱 同时能够收集到更多更精准的客户喜好数据 当初你们看到市场上有什么痛点? 很多现在在做市场的公司 例如银行保险公司 派他们来不开都是超市那类的东西 他们没有什么好选择用户去选择 所以我们希望突破到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平台给一些市场 他可以按照他这次的需要 透过我们平台找到不同的商户 去做incentive 令到一些小一点的商户 都能够有机会加入这个program 或者是combine做到不同的理由 例如咖啡店 你不可能说买咖啡ABC三间公司 但透过我们的平台 就可以做一张voucher 照顾到三间不同的咖啡店 给用户去选择 在技术上 如何将一些和市场推广 有关的技术和fintech 真的可以摆在一起呢? 当我们生产券出来的时候 去到商户兑换那一刻 一段时间我们就立即实时 线上了payment 所以我们后面是有一个credit facility 我们会处理到 计划钱的部分的东西 给商户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处理到不同的客户的行为 这些数据可以返回 给市场 令他们可以做更好的custom engagement 由于整个兑换过程 都会以实时方式 向商户支付费用 可以免去过往 即使优惠券面能传缩兑换 推广商亦都需要与之整笔款项 负责人亦都说 推广商可以更加灵活运用推广经费 上司和不同的商户合作 透过系统实时了解到客户的喜好 和消费习惯 那技术上 他们有些什么要和我们对接呢? 保险公司文学很多时候 都用它自己的apps 所以我们只会是它有一个小工具 即是在它的平台里面 有一个button 可能是一个voucher 接着我们的功能就透过我们的apps 融合了在他们的平台里面 所以用户来说 不需要担心会不会跳来跳去 这个情况 对商户来说 就是它要核实 这个人的voucher是valid 所以商户唯要做的事情 就是它可以透过apps 问到我们的系统 这张券是否对的? 有没有用到的? 在这个核实的过程里面 无论是线上的商户 线上的商户 是否有没有整合 或者是我显示的QR Code 或者是你相互显示的QR Code 给我 不同的形式都好 我都能够处理得到的 我一个平台 他们暂时指向推广商 收取服务费 也都会根据实际的兑换次数 收取服务费 公司表示 日后会整合 近完善的数据分析报告 和预测 为推广商提供 专业咨询服务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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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